大家好,这一节我们来定义一个自己的Street类 Street类使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在本课开始的部分就已经学习了Street类 之所以那么早的介绍Street类 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尽早的除去Street类的使用 来使用Street类替代技研风格的搜串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定义类 以及如何为类定义预算符出来的函数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定义一个类似Street功能的 我们自己的一个Street类 也算是对以前所有内容的一个总结和回顾 今天定义的这个Street它具有以下的一些方法 首先它具有构档函数 我们给它提供两种不同的构档函数 一种是直接以一个最沿风格的次数串 作为参数的构档函数 另外一个是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anti类型的 表示N个次数 第二个参数是次数类型 表示Street类是由N个次数C组成的 它还有宝贝构档函数和复制印算符 机构函数 重导的下标仿文印算符 为什么Street一个Lance呢 这是因为Street类内部实现的时候 宣贝的空间一般会大于次数串的长度 Size呢就是返回这个Buffer的这样一个长度 而这个Lance呢是返回当前次数串的真正的长度 Empty这个方法呢 是来返回当前次数串是不是为空 如果为空的话 你返回True 不过的话就是False 为了方便我们直接对这个我们的Street类对象进行输入和输出呢 我们重担了流插入和流体积预算符 另外呢我们也需要重担一个加等预算符 用来连接两个字符串 以及字符串比较的这些预算符 和一个用来比较字符串大小的一个Compare方法 我们实现的这个Street类比较简单的 世界家标准库中真正的这个Street类呢 它提供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这里呢我们仅仅是为了演示 给大家演示一下Street内部大概的实验的方法 以及复习前段时间的知识 所以这里呢我们只实现这么多的方法 那我们来开始实现我们自己的Street类 首先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工程 新建项目 我们选择Win3空台程式 然后输入我们的名称是Street 确定 我们选择空项目 完成 这里呢我们需要给Street类 添加一个头文件和CCV文件 我们新建项 加文件 这样 然后呢还需要添加一个.h文件 为了方便我们测试呢 我们添加一个men.cvb文件 用来测试 这样工程就建好了 现在是一个空的 这样一个工程 下面呢我们就来开始定一个 来定一下Street类 刚开始呢还是一样的 还是为了防止宠物包含的 这样一个红开关 也建议大家是红开关 为了防止宠物包含 下面呢是定一个Street类 为了跟标准库中的Street相区别呢 我们这里把第一个字母 大写 就是我们自己的 生一个类 第一个是防止宠物 防止宠物 下面呢是科朗函数 它类型是Conser插新 然后呢是第二个的参数 它就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是int 配型的 第二个参数呢是 恰新的 等于是这个Street是N的C来集成的 再往下呢是西购函数 上面是构造和西购函数 为了给它取得我们再定义一个POPPY 好,困住符呢 你可以写很多 再往后呢是一个卡比哥的函数 下面呢是一个复制音算符 我们重载复制音算符 然后一直是一个Street 类型的引用 然后是后面是 Probator 参数呢 它也是一个Street 类型的 复制音用 后面呢我们就来重载一件音算符 比如说下边访问音算符 因为下边访问访问音算符呢 是用来返回某一个位置的 一个字符 随着它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TRA类型的 然后是Operator 后面是下边访问音算符 它参数呢是一个anti类型的 表现来表示它的位置 要返回这个字符的位置 另一个跟下边访问音算符 含义相同的这个方法 叫做at方法 也是返回指定位置的一个字符 再往下呢是size方法 这几个函数呢 都不会对四正对象进行修改 所以这里我们把它们正面为 Const方法 下面是Lens Const 然后呢是一个判断 当前字符章是否为空的 就用Empty方法 也正面为Const 在往下呢我们重载加等音算符 它的返回类型也是一个自然的引用 为了防止我们在函数内部 这方法内部对它进行修改了 我们这里使用一个Const 这里呢我们为了防止 返回的引用被外部被修改 我们也使用Const 我们这里再加Const 因为这些方法呢是不会修改 不修改参数和反律值的 下面呢我们要定义一个相等音算符 重载一个相等音算符 用来判断两个四正对象 是否相等 这样呢我们准备的 这样接口的声明我们就声明好了 但是它还是要有自己的数据成员 所以呢我们来定义一下 我们将成员定为private 这样的话我们在外部是不能访问它的 首先呢我们来定义一个指针 它是用来保存我们要 自不颤的手机指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定义两个 INT类型的 首先呢是 reline表示这个次不颤的真正长度 另外一个呢 另外是buffer size 表示环境区的长度 这样就可以了 下面呢我们就来在Stringer CEP里面 Screen类提供的接口进行实现 首先呢需要包含String的头文件 然后呢我们来实现一下勾当函数 第一个的函数 它参数是Consert chart 这个参数呢是使用一个以钢链结尾的一个字符串 来处置化这个String对象 那么我们的内部在过了函数内部要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分配一个缓冲 用来保存这个String对象 这个缓冲有多大的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这个参数的这个 字符上的长度是多少 我们使用realize 我们使用realize 来接收一下 来接收一下 使用CNNC库函数 String对象 然后缓冲 翻译一下 然后长度 或者这个参数的字符上的长度之后呢 我们就要Senter一点缓冲 然后将pbarb直向它 好这个缓冲的长度是多少呢 我们在realize的记录之上 可以扩展一些长度 比如说为了防 因为这个字符传可能后来以后呢 会进行这个拼接 为了防止下一次 我们再重新释放和分配空间的 我们这一次要多分配一些 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义多分配50个字接 那下一次我们再使用另外一个字符传 这个字符传进行追加的时候呢 如果追加的字符传小于50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重新分配 也不需要重新销毁 因为原来的内存的 实际上效率是比较高的 训练完之后呢 我们就使用sdrcpy 让参数到文件拷贝过来 然后呢 我们将buffersize 制为reviewens 加50 我们再来定义第二个根本函数 它就有两个参数 这是nt类型 另外又是x2类型 首先呢 我们要分配空间 分配多长呢 我们在它的基础之上 也给它扩展一些 比如加50 这个长度你不加也是可以的 那以后 再加到什么 再重新分配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每次都需要考虑这个50 比较麻烦 我们这里可以定义一个红 有时候我们可以定义 拓展长度 有时候每次我们 就使用这个红 来期待这个数值 这样如果我们想改变 我们每次要多分配在这个 这个长度的话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改一次 需要这个地方都要改了 然后我们加reolence 这长n 然后将buffer在 自账n加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实现吸购函数 吸购函数是没有参数的 它那个实验比较简单 吸购函数呢 一般是执行一些自研释放的 自研清理的这样一些工作 那么我们首先呢 要判断一下 这个指针是为now 如果不为now的话 说明它是指向一段区域的 我们需要将这段区域给释放掉 这样呢可以避免内存泄漏 然后将这个指针制为now 这样防止也指针的出现 下面呢是将两个 它的两个成员都制为0 因为这个对象已经被吸过了 那么这其实这两个对象 不复制也是可以的 但是为了使程序更完备呢 我们还是给它获得准 增幅下呢我们需要定义考读过道函数 函数那是一个 strm 类型的引用 我们刚开始在学习考读过道函数的时候 是使用ctime对象来演示的 我们自己定义的考读过道函数内部呢 仅仅是将它的三个成员分别复制 因为当时ctime对象 ctime类呢 它的成员成员变量呢 只是三个int ctime类型的这样一个变量 这样复制是可以的 但是这里呢 我们这个strm类的成员呢 有一个成员是指针类型 插心类型的指针 那么如果我们直接对它相应成员 对它进行复制的话 那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因为它们两个都是指针 如果对它进行直接复制的话 那么这两个指针都会指向同一段内存区域 有一个特别会问 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两个对象 它们指向同一段内存区域 如果一个对象被提前吸垢了 那吸垢可能中内部 会将这段内存区域给释放掉的 然后另外一个对象 如果没有被释放的话 它仍然是指向这段 已经被释放掉的这样一个区域 那如果继续访问的话 那就会导致不可预料的错误 导致野指针的出现 在这一步呢 需要做一些处理 怎么做呢 我们的方法是 为被复制的这样一个对象 重新分配一段空间 这样的话 它两个对象都分别指向自己的一个区域 另外一个对象的释放 对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而首先呢 我们需要将检查一下 原来的这个 Bubber 是不是 它已经指向一段内存区域了 如果不为NOW的话 说明它已经指向一段区域了 我们需要让它释放掉 然后将它释为NOW 释放之后呢 因为它 我们还需要为它重新分配 但是分配多长呢 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长度 用Length 然后加上我们给你的扩展的这样一个长度 来分配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STR CPY 来进行拷贝了 拷贝之后 我们对它的两个成员 请用复制 reallength 把它制为STR的 Length 然后 FarberSize 就等于 reallength 加 扩展的长度 这样就可以了 再往下呢 我们是要重载 复制一层扩展的 返回类型是一个conf 正类型的一个引用 Operator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重载复制预算符的时候 第一步需要干什么 第一步要判断 它是不是在对同一个对象进行复制 如果当前的这次指针 等于 等于参数的地址的话 那说明它是对同一个对象进行复制的 我们直接反回掉 就可以了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直接复制的话 原来的对象呢 就使用新的参数 给它覆盖掉 我们就跟 考读概要函数 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那我们直接把代码 卡过来一起 因为可以自己 将这代码提取出来 放在一个函数 分别对它进行调用 这样可以节省空间 以代码的重用 这里为了简单 我们这里就这样实现一下 然后呢 这里呢 我忘记给大家加一个类的 加一个自动语 上面浮了 这个失误 大家在写的时候 一定要信心一点 再往下呢 我们来重载一下 下标法 运算幅 反回值呢 是一个 恰 类型的 是真类 然后是 下标 下标 反回应算幅 它说呢 是一个暗系列 类型 应该表示下标 正确的做法呢 就是说 我们首先应该检查一下参数的有效性 如果说它越界的话 大于当前标签的真正长度的话 应该反为一个错误 现实的这个斯珍类呢 它也是没有对它这个有效性进行调验的 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直接 就返回 指定位置的这样一个字笔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实现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s方法 它也是反为一个 恰星 然后它的参数呢 也是一个 暗系列型 这里我们 也是直接返回 接下标准库中呢 是正类 add方法呢 如果说业界的话 是被直接抛出一个异常的 但是这里呢 因为我们没有介绍异常 我们就没有抛出异常 这一方我还是判断一下吧 如果说它 大于等于realized的话 我们直接 抛出异常 这里我们就不实现了 抛出异常 关于怎么抛出异常呢 我们在后面呢 会介绍 这里呢 我们就不介绍了 好 好 好